已經開始兩個禮拜了 就每天用四分鐘 四年要把聖經讀一次 上禮拜是讀第八章到第十五章 請有讀的人舉手吧 謝謝 沒有讀的也沒有關係 你們回去一天讀八分鐘就趕上來 這個禮拜回去十六章到二十章 一天讀四分鐘就讀完了 我可以再複習一下 九月有幾章 三十九 來 其實九月三十九年就是這些 我們可以看到它分成一二三四五 五個段落 第一個是什麼 第八書 五卷 第二個 第十書 十二卷 第三個 四位書 五卷 第四個 大先知 五 所以下面 小先知 十二 所以五 十二 五 五 十二 來 所以我們的就業有幾章 三十九 然後第八書呢 五 歷史書 十二 十二 四位書 五 大先知 五 五 小先知 十二 好 就業就是這三十九九 那其實它是分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這個 十七卷 這十七卷 這十七卷是主軸 然後這邊二十二卷是補充的 補充的 就像這個桶一樣 這邊 創佛里名聲 然後加上這個 歷史 這個 歷史 摩西 五金 然後加歷史書 這個 中間就是有在左洞的 那這個是沒有在左洞 他們對五邊在左洞的 就給它放到上面去 立威劑 是他們在西乃山的時候 生命劑 是在摩押平野 都沒有左洞的 就把它放到上面去 那這邊是跟它相關一樣的 就放到上面 所以這個就是主軸 就是十七卷 然後呢 然後這個是 詩歌智慧 補充 這個是補充 然後大小先知 全部都是補充 在這個時間補充 這個時間補充 所以整個就業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 這個 這一個主軸呢 我們用一個 瞧解 很簡單的圖來表示 這個就是創世紀 從這邊開始 然後開始軸 軸 有時間在軸 就用軸 然後到這邊 到埃景 然後蘇埃景 然後在西乃山 這邊立威劑 它沒有動 然後民宿紀 然後到這邊蘇 因為蘇雅紀 蘇雅紀 然後一直走 到分 南北國 北國被奴 南國被奴 然後被奴歸回 聖經就到這裡 就業就是這樣子 這個 大概今天複習到這裡 下去就沒有複習了 好 我們最後的就業 我們分成五個部分 我們從綠法師開始來 綠法師就是摩西五經 我們先從第一本創世紀開始 創世紀 加四加四 什麼東西 四個 四個 四個人物 四個事情加四個人物 那我們從四個事情 先來看 哪四個事情 創造 墮落 洪水 雅各 雅各 夜色 創世紀就是這個 創世紀就是講四個事情 假四個人 那我們從四個事情 現在來看 這就是他的地圖 就是這樣子 四個事情 然後雅各 然後再過來 叫四個 那四個事情 我們叫做太古事情 就是創世紀第一章到第一章 就是這四個事情 那第一個我們講創造 第一章到第二章 第一章講宇宙的創造 第二章講人的創造 這個兩個沒有衝突 第一章第二章沒有衝突 第一章就是講世界 第二章講人 第二章講墮落 就是人犯罪被逐出伊甸園 然後有交代 亞當賽斯的後代 然後因為要講洪水的 所以講農亞的後代 第三個就是洪水的 那洪水之後就是農亞照荒舟 大洪水 然後農亞的後代 因為以後人類的 那洪水後代 這是地中海 這邊是歐洲 就是農亞亞的 亞佛的後代 這邊非洲 這邊是韓的後代 這邊中方的亞洲 是山的後代 這是山 就是韓 這是亞佛 現在人類的後代 是怎樣來的 第四個是巴貝塔 那時候人類叫到了 那時候口音是一樣的 上去把它打 亂來的口音 就是巴貝塔 接下去 第十二章開始 就是要四個人物了 就先交代亞伯拉罕的 怎麼來的 他是閃這一組來的 閃的後代 他的後代就出現 因為亞伯拉罕就是這個 開始講的四個人物 四個是哪四個 哪四個 哪四個四人物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才約聖 有四個人 那這邊就是 第一個開始講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 把它分成三個時期 三個時期 第一個是開啟時期 這個我們三個已經讀過了 就是開始的時候 神給他選招出來 給他七個祝福 然後他就開始到迦南地 到迦南地 到迦南地後 他就到世界 到伯特利主壇 然後一到迦南飢荒 就到埃及去了 後來從埃及又回來 回到伯特利 他就從木耳出來 木耳出來後 走過兩個流域 到哈蘭 然後再往下 到迦南地 先到世界 到伯特利 到南地 到埃及 後來又回來 這就是他的路線 就到西伯倫 他就住在那邊 他回來以後 他跟羅德他的牧人 就相爭 所以呢 亞伯拉就說 看你要往哪裡去 他就選 索多 然後呢 在索多王的附近 後來就發生 世王王戰爭 那羅德就被抓去了 然後亞伯拉就把他救出來 來 這是那個 第一個 信心開啟時期 然後第二段 是他的信心成熟時期 第四五章 神跟亞伯拉應許 他說等一下 你看看那個信有多少個 我就給你的後代多少個 亞伯拉就相信 所以耶和華就以他為意 這個非常重要的這一句 好 耶和華就跟亞伯拉立約 讓你們以色列人 將來要被抓去 去服侍別人四百年 然後要從他們出來 這就是接下去的 出埃及 在埃及是奴隸 出埃及 就是這一個 這麼久 就預言了 這禮拜回去 就是要從十六章開始 好 亞伯拉的太太 然後呢 他就把夏伯拉給亞伯拉當妾 然後就生了 就懷疑 他就看不起 薩拉 然後呢 薩拉就去跟亞伯拉講 亞伯拉跟你 看你要怎樣對待他沒關係 他就把他虐待 所以他就逃了 夏伯拉就逃了 逃到以後呢 天使叫你回去 然後他就回去 但是給他祝福 還是給他應許 他說你後裔也有很多 你會生一個癌症 叫做以時馬力 這是對夏伯拉的祝福 以時期啦 神給亞伯拉立約 他說你要做多口的婦 你要改名字 叫做亞伯拉罕 然後呢 加南立 到接著的後代 然後呢 我和你立約 立約就是什麼 要割你 男生要割包皮 割包皮 你們生下來的第八天 就給他割你 小孩子一生下來就快 一生下來的第八天 就要割包皮 那時候的人通通不知道 為什麼第八天 通通不知道 後來 1953年 有一個博士就發現了 嬰兒出生的第三天 他血液的血凝數呢 最低 但是第八天的時候呢 最高 高到110% 然後又覺得有點下降 所以你在第八天給他割你的話 最容易止血 就最不痛 這是後來要發現的 另外一個發現呢 就是說 這些牛太人他們都割包皮 結果他們的女生呢 他們的負的病 就是子宮癌啊 全世界最少最少 所以這也是因為 神跟他叫他們割 割離的好處 好 然後呢 這不是亞歐蘭你會生一個兒子 你要不要去 你叫以撒 所以也跟以撒利耶 也跟以斯瑪利利耶 所以 這邊也會成為大婆 那邊也會成為大婆 上面都沒有天帶 然後呢 亞歐蘭就受割禮 他是99歲的時候受割禮 那以後的人就是出生第八天 他們以色列就是第八天受割禮 第十八章 有三個天使來訪問 那個亞歐蘭 也不然就招待他 然後呢 那個天使就跟 說 跟亞歐蘭 你的那個太太會生小孩子 但是 沙拉已經90多歲了 所以他說 怎麼可能啊 他就這樣偷笑 就被責備了 那 天使就跟他講 耶和華 其有難成的事嗎 這句話非常重要 明年我會過來看 你又生一個小孩了 然後呢 他甚至跟他預告說 那個 所多瑪那個地方 因為羅子也住在那邊 他就跟他說 這個 所多瑪不要 我讓他毀滅 所多瑪跟俄王罪惡的重大 我要下去 把他毀滅掉 那 耶和華就開始帶球 如果有五十個藝人 不要啦 一直降降降到十個人 可以說好 沒問題 但是 所多瑪沒有十個藝人 所以那第四個藝人 就描寫 所多瑪的罪 惡 開始就去了 去到羅子人那邊 然後羅子人招待他 招待他 招待他以後呢 全 所多瑪的聖經顯得 全所多瑪的男生 man 不敢找的 小的 圍過來羅子人家 你把那兩個人 兩個男人 把他帶出來 我們要跟他發生性關係 這個英文 看就知道了 所以 這個地方就是 很多人拿這個經典 在講 所多瑪的最後是同性面 所以這個地方 所多瑪就把他圍住了 叫他把那兩個人交出來 結果天使就出手了 把羅子人抓進來 因為羅子人跟他說 你不要啦 我兩個女兒 處理讓你們玩吧 但是他們不一樣 所以 天使就把羅子抓進來 然後跟他講怎麼樣呢 你們 不管你的女婿 你的女兒 這邊你屬於的人 你通常把 趕快帶出去 我要把所多瑪滅掉 但是呢 他的女婿以為 就是在開玩笑的 所以不理他 羅子呢 也遲遲不走 天使就出手了 怎麼樣 把他拉著 拉誰 他 就是羅子 他的妻子 然後兩人 只有四個人 就把他拉出去 然後跟他說 你不可以回頭 就開始跑 他們就跑到索爾 結果那個 那個城就被毀掉了 但是羅子人開來怎麼樣 轉頭 變成圍住 這個就是 現在認為 那個 索多瑪、阿摩摩拉 這兩個城 應該在這裡 在獅海底下 以前可能是這裡 這兩天鐘年前 他們認為 這應該有城市 這是這裡的人 掉下去的 所以這附近呢 可以看到很多什麼 像是住這個地方 那甚至 有人認為 這是羅倫的太太 但是 他們 以色列不把他 這個當羅倫的太太 他們找到一個 更像的 羅倫的太太 在這裡 在哪裡 就是這個 所以你們現在去以色列 帶你去看這個 羅倫的太太 然後呢 他本來是四人 被天使拿出來 一個變成圓住了 就剩下羅倫 跟他兩個女兒 這三個人 他兩個女兒 認為 他這樣子沒有後代 所以 兩個女兒 分別 把父親灌醉 跟他同華 結果 大女兒就生了 兒子叫做摩亞 老二的生 叫做 佩亞迷 但是 這個摩亞 就是摩亞人的祖先 這個 這摩亞人就是 雅門的祖先 摩亞跟雅門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來看看這裡 這是加利利海 這是約旦河 這是斯海 索東馬 二東馬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現在是在斯海的底下 好 那這個地方 就是以色列 這個地方 就是以東 摩亞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這裡 那個大女兒的後代 對 住在這裡 亞門呢 住在這個地方 這就是那 羅德 那兩個女兒的後代 好 那二十三 他就 亞伯蘭就 往南地去 在那個地方呢 他就 怕 他太太漂亮 他太已經九十多歲了 對 他怕他太太漂亮 人家會殺他 所以他就騙他 說他是挺妹妹的 國王就把他帶去 亞比尼勒就把他帶去 晚上上帝就跟 那個亞比尼勒說 你是死人啊 他那個已經嫁了 你還帶過來幹什麼啊 人家的妻子呢 結果 神把他們這個 亞比尼勒全國的女人啊 讓他們不生小孩子 過生啊 就是因為 亞比尼勒 把他的 帶去 皇宮 所以呢 神就提醒他以後呢 他就 他裡面呢 就付一千塊的 哲修會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然後呢 神經就講 要不然就為了他們報告 報告完以後呢 他們全部都議好的 都可以生育了 好 今天我們去就錄到這個地方